今天我们来到了东京第二个赏鹰的地方 在六本堡之丘的边上 叫做毛利亭园 就是这个 大家来毛利亭园 要先上到六本堡之丘的这个地方 它二层 然后绕下来 我们走走看吧 这边已经可以看到毛利亭园的景色了 大家看在下楼之前就已经可以看到毛利亭园的景色了 这就是亭园的入口了 我们现在就进去吧 大家看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小的人造图 一圈的草坪和植物 还有一圈的樱花树 这走的是精致路线 据说是晚上来灯光会比较好 还是有很多赏花的人呢 景色不错哈 水里还有鸭子 两种不同颜色的 这个是粉色的 绝大多数都是偏白色的 他就坐落在六本堡这一片楼里 边上紧邻的就都是高楼大厦了 还有好多摄影的人 还有带上孩子来玩的人 还有带上孩子来玩的人 坐一坐 刚刚我们就是从现在正面对的上面的平台下来的 大家来的话也可以去这个平台往下看 我们来到线一屋 我们来到南部的西里 我们在朝面往过街 跟西里 在南部的西里 到南部里 南部尼里 南部的西里 用尾宾 我做定很长的人 它们终对 大颧争争 地球 这是这个咖啡店的势力 这个角度看肯定怪怪的 这是一个热门的拍照点 要对这个角度拍 歪了就不是淘心了 好多在这拍照的人 我们简单的逛了一圈毛利亭园 这毛利亭园还是挺小的 几分钟就可以走一圈 但是樱花和景致都很别致 推荐大家来一来 那么今天毛利亭园的部分 就搞一段落啦